自负 很重要的核心思想 这也呼应了常年门哥说的 人之所以幸福 从来不是你拥有的多 而是你期待的少 所以一个人如果持续不断的 有非常大的欲望的话 你永远不会幸福 大家好 我是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繁体中文版 副总主笔张晏文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 懂得觉察才能成为人生赢家 我们谈今天这个主题 也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 其实他之前也上过 我们的Podcast的节目 他是之前在我们第595集的时候 也曾经来上过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剪出来短影音 获得很热烈的回响 他是企业讲师 也是畅销作家 好序列 我们一般称他为好哥 好哥好 嗨 英文好 大家好 我是好学 好哥非常开心 又来到这个节目 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 共同分享 是 那好哥其实是 他是 通常大家最知名的一件事 是他畅销作家这个身份 那畅销作家呢 后面其实背后 他有很多很精彩 很丰富的经历 很丰富的经历 他是清大的工业工程系毕业 然后也是也在政大念那个气管研究所 那我刚刚才知道原来好哥还是个音乐家擅长国乐跟西乐 喜欢 因为小时候有学二胡 然后后来长大之后有点小叛逆 也不是小叛逆 因为二胡被逼得有点凶 后来觉得二胡不太能赚钱 弹吉他又可以 觉得很酷又可以赚钱 后来自己自学吉他 所以这两个乐器其实在我人生上面 还扮演了蛮疗愈的角色 对 发现很多这个很有才能的人都很有斜杠的能力 就除了我们知道他本身的这个专长能力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旁的兴趣 谢谢我喜欢喜欢对对对 那我想就先问一下说像这样子周边的兴趣 对你这种不管是工作 或者在你一些激发你的创意 或写作灵感上面有什么帮助吗 其实我最近因为我固定的话 就是每一天的话大概会看到一个主题 就是要把它记下来 然后那天刚刚好有人问我类似这样的问题 虽然我在书里面有提到 就是小哥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讲说斜杠这两个字 你常跟大家聊 其实斜杠没有斜杠 因为每个人就有各种不同的角色 真的关键是你有各种不同的经历 或各种不同的选择之后 你才能够有个好选择 就像阿甘正传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桥段 阿甘在吃了巧克力的时候 这个问旁边的说 你要不要吃巧克力 别人不吃 然后他一边吃巧克力 一边说 人生就像巧克力 我妈说的 如果你不吃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样的滋味 所以其实人生所走过的路 其实每一步都算数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 大家在看我书里面的过程当中 说好哥为什么都用你自己的故事 我说因为写别人的故事 我自己也没感觉 而因为写自己的故事之后 我觉得是一种反馈的感觉 什么叫反馈 原来走过这些 才会变成现在的自己 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 因为曾经有一个 算是我的好朋友问我 也是在他podcast里面访问我 说好哥如果 让你再回到年轻的时候 不管是18岁跟28岁 你有没有最遗憾的事情 或是想要改变的事情 我说如果认真说起遗憾的话 我当然最遗憾 就是我13岁的时候 父亲过世 所以如果能早点回去的话 我希望回到我13岁之前 跟他讲说 你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不管如何 不管照顾健康检查 或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可能我们人生 会有不一样的预见 这是第一个 那除此之外呢 当我父亲过世之后 我非常大的一段时间的 心理黑暗期 这个心理黑暗期 我也常跟别人讲说 那个时候基本上 人际关系很差 因为除了父亲过世 自己觉得好像 一个家里的支柱不见之外 就总觉得自己 好像不是那么完整 所以别人早一说到父亲 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就有那种刺猬的感觉 所以我在国中到高中 高中还好 尤其国中的几年 两三年的时候 我爸一走 我几乎是每天都会打架 每天都会打架 听到不爽就打架 但我认真回想起来 我又属于一个 智慧型的犯罪的人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打架 从来没被寄过 任何的警告 小国或大国 因为我成绩非常好 我是国中是第一名毕业 然后我也不希望 有任何的这个 就是记录 不好的记录 让这个学校知道 所以每次不爽后 我都会约到学校外面 去打架 到外面去输赢 对对对 去梳理 所以其实你说 人少年 就是少年 你血气方刚 就是少年不更事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不是少年 就是不更事 或是血气方刚 我觉得人某种程度上面 他还是会稍微衡量一下 因为这样的关系 别人说 那这段经历 会不会对你不好 我说 所有的经历 刚讲了 没走过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如果没有那些经历的话 我不会有现在的故事 那不会有那些经历的话 我不会知道说 原来有一天 是因为这些经历 让我慢慢慢慢知道说 我有这么多的选择之后 才会有一个好选择 所以包含像我昨天 也碰到一个学生 在跟我聊天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们常常会 好哥 帮我听一下文化 说书 他讲说 好哥 你要说书这件事情 你一直在跟我们讲说 如果没有时间读书 可以用听的 可是我总觉得 心里有个坎 就是听书这件事情 毕竟不是作者的原文的观点 会不会加了一些 其他人的观点之后 会扭曲 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说我们认真说一下 就是你到底是要一个观点 还是多一个观点 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作者本身也是一个观点 你可以多听几个说书的观点 然后再决定 要不要再去看看作者的观点 如果有五个人说书 加一个作者的观点的话 同一本书让你得到六个观点 这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同样的 我就说 人生的经历 要越多的经历 它才有机会 在众多的经历当中 你知道哪个经历 是比较好的遇见 哪个经历是比较好的看见 所以如果问我的话 对我个人而言 我很感谢 就是过去 有这么多的点点滴滴 变成现在的自己 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今天 请好哥来谈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懂得觉察 从我们刚才的谈话过程中 就可以理解到 其实好哥是一个 长期在自我觉察的人 有很多反思在身上 所以我们想谈一下 您最近的那本书 叫做致富觉察 好像包括致富这种心态 或者做法 也都要从觉察开始做起 是吗 对 我觉得是的 因为其实 就像刚才英文在问我的 我以前的工作的话 大概都是比较属于 经理人的工作 从台积电 历经半导体 淡马戏 然后后来到大亚创投 事实上大亚创投 在更之前我回来的时候 我本来想做家庭主夫的 想做家庭主夫 2012年回来 想要做家庭主夫 为什么想要做家庭主夫 尤其很多人问我 说好哥 你放弃掉淡马戏的高薪 不会觉得 有点可惜吗 当然 超级可惜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些 特殊的event 什么叫做特殊的event 特殊的事件 才会让你知道说 原来有比钱更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我这本书 师傅觉察一开始讲的 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感触 跟一个转折点 就是金钱可以越赚越多 时间只会越花越少 那金钱可以越赚越多 代表一件事情 如果你赚不到钱 你当然好好赚钱 但当你赚到钱之后 你一定要体会了 很重要的关键是 钱够了 它就是够了 因为钱是拿来买东西的 那什么东西最值得买呢 就时间 所以我在那本书的 一开头的时候 有一个老大哥 在我写书之前 刚好问我一个问题 因为我非常喜欢的 一个作者 叫做查理蒙格 蒙格知道 蒙格智慧 这两本非常棒的书 那时候呢 他刚刚好 快要到99岁 99岁 然后去年的话 有点遗憾他过世了 然后老大哥知道 我非常喜欢蒙格 就说 徐先生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是查理蒙格 他活到100岁的话 如果每一天都是一块钱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一年 一辈子有多少钱可以用 我算一下 这个数字不是简单吗 一天365块 不要算瑞年的话 就36500块 他说 对啊 他说你现在已经50岁了 50多岁了 换句话讲 你假设你花 就是你赚的 你活得跟查理蒙格 一样久的话 你也只不过活36000多天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18000多天 也就是18000多块钱 花到哪里去 我一想到之后 我觉得很shock 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 其实时间是拿来交换生命的 交换你生命的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的感受的 然后就在我愣愣的时候 他又多问了一句话 他说你有沒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 真的让你活到100岁的话 剩下的18000多块钱 你要买什么 所以这个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跟体悟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在写第一本书 好懂没有懂的财务思维课的时候 我就说财务管理 它从来不是管钱而已 它是管稀缺的资源 那如果是管稀缺的资源 金钱有机会越赚越多的话 那什么东西会比金钱还来得更稀缺呢 最稀缺就是时间了 因为生命它一定是有限的 那而在时间里面有更稀缺的东西 就是你时间要拿来用的东西 叫注意力 所以我在书里面 说特别重要的三个财富 是注意力大于时间 大于金钱 你关注钱之外 你要关注 你有没有自己选择权 可以作为自己主导的时间 要不然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 大部分都是别人赋予我们工作做 然后等到退休之后 大家想要退休这两个字 才觉得是我退休之后 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可怕的是 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 可以真正到退休的状态 或是当你退休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足够的体力 或是足够的关系 所以足够的关系 比如说你子与养儿亲不在 你爸爸妈妈还在不在 你想要退休之后 再好好陪你的家人 陪你的朋友 陪你的父母亲 你在退休之后 想要去爬山 想要去骑下车 想要完成体验三项 你有没有足够的健康 你有没有足够的关系 还存在 让你去完成这些梦想 而这些梦想 你又要有时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知府觉察这本书里面说 所谓觉察这件事情 要觉察两件 非常重要的关键 第一个关键呢 就是你从来不仅是赚钱 你真的要赚了四件事情 你要赚到有钱 有闲 好健康 跟好关系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而第二个呢 致富 这个富这个字 我非常喜欢 是因为 它本身不是 看到起来是富有的富 但它是一个福气的 福的古字 就福气的福的古字 是一个幸福的概念 而再加上 上面有个宝盖头 所以它就明显的感受到说 这个幸福的感觉 跟这个宝盖头是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富呢 除了是富有之外 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 它叫富足 所以富有到富足 是我在整本书里面 强调致富 很重要的核心思想 这也呼应了 常理门哥说的 人之所以幸福 刚刚讲致富 从来不是你拥有的多 而是你期待的少 所以一个人 如果持续不断的 有非常大的欲望的话 你永远不会幸福 所以从富有到富足 然后在乎自己有钱 有闲 好健康跟好关系 这样子的觉察 可以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面 你会比较不容易有遗憾 这才是我在讲说 这本书致富觉察 这四个字想带给我自己 因为毕竟要从我自己做起 然后这带给我身旁周遭的 亲朋好友们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的传递 是我想有钱有闲 好健康 大家都可以理解 很重要 那好关系 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啊 因为这跟哈佛 刚刚好有关系 真的 对哈佛做了一个 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研究 长达75年 后来要延续将近11年到86年 这个研究是干嘛呢 一开始调查了 就是追踪了大概500多个人 干嘛 就是看他们 一代两代三代 就是从小的时候到年轻 到年纪大的时候 一直一路到他们 可能要受众正寝 去问他们 你们觉得人生最重要的 幸福的感觉跟目的 源自于何方 想想看 这70多年的研究 没有这样的一个好学校 你很难延续这么长时间 而最终的关键 500多个人 要延续75年 很不容易 所以后来呢 大概我记得的数字 差不多300多个人 几乎口径一致的 说当他有一天 要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最在乎的关键 达到幸福的话 他用英文字讲 要跟别人有一个 好的relationship 好关系 我一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就让我们想到 古典典籍上面的八个字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什么叫做善 善就是希望你走的时候 能够维系一个好的关系 在这个世界上面 而后来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 呼应这篇文章 我说真正的关系 其实有三个 一个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和解 因为这一辈子呢 你最重要 唯一不离不弃的 就是你这个人 甚至我常讲说 当别人一句话 伤害你的时候 别人可能只是一时 但是你会一直一直 一直在脑袋里面去做 所以一定要跟自己和解 一定要对自己很好 当你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很好的时候 你才会在每一分 每一秒 有活在当下的感觉 所以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那第二个关系 当然是自己跟他人的关系 那第三个关系 当然是自己跟环境的关系 就像我们气候变迁是一样了 因为毕竟这个环境 是塑造我们的摇篮 所以我说 哈佛这个大学 做了这个研究 让我更加感受到 其实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它不是只其言而已 包含其行也是一样 你怎么对自己好 对他人好 对整个环境好 我觉得这才是 当有一天 我们自己 就算没有很多钱 但如果能像言回那样子 一单思一嫖影 去露像 这个优也好 质也好 他就是觉得很快乐的话 才会让孔子这么羡慕他 就是家无账无 但是心里面很富足 这个富足呢 也许他没有很有 但他心中基本上 是很平安的 那他这个平安呢 也会带到身旁周遭的 所有人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自己觉得 除了有钱有闲 好健康之外 你有一个好关系的话 某种程度上面 才是真正那种 就是很满足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启发 因为有钱有闲 大家都追求 好健康 我们也知道很重要 现在今天好哥 帮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观念 就是好关系 就是怎么样 包括你跟自己的关系 跟他人的关系 甚至我们更进一步 想到跟环境的关系 对环境的关系 这个真的是 可能未来我们要考量 自己的一个 未来的走向的时候 必须要思考的一件事 对 那然后那个 我看到您的书里面 有提到了三杯茶 觉茶观茶跟洞茶 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这三件事情 它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 为什么会想到说 用这三件事 去统筹一个观念 好啊好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问得非常好 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这三个茶 其实在我脑袋里面 已经回想很久了 为什么 因为觉察这件事 就是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什么呢 你要知道 你要必须过 不一样人生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知道 你才会去做到 要不然你没有感觉的话 你是不会知道说 原来可以过不一样人生 就像我2012年 回来做家庭主妇 回到刚刚的问题 我怎么有这么办法 这么厉害 放弃掉一个高薪 做家庭主妇 讲白了就是命快没了 就身体健康 已经亮起了超级红灯 我那时候本来想只去大陆 做两年的 为什么要做两年 因为从半导体到银行去 一个最简单的诱因 就是薪水真的很高 那先做个两年 想要再回来 因为毕竟那时候 是在全中国大陆到处跑 从全中国大陆到处跑 我算了一下 大概五年的时间 我跑了148个城市 这样150个城市 然后三线城市里面 如果以3000个城市来看 我才跑5% 就已经跑了这么多了 到处去跑 那到处去跑 家人就不太可能过去 那到处去跑的情况之下 家人不可能过去 我就要拼命 在游历的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一天到晚 跟家人在一块 为了赚钱 你就愿意牺牲一些东西 可是牺牲要有个限度 所以我本来想说 做个两年就回来 再去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亲情之间的好处 那后来为什么 从两年变成五年呢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 因为薪水太高了 所以后来我自己都说 钱很多这件事情 固然是件好事 你要赶快累积 但要小心 钱太多会被你当成是一个放弃不掉的机会成本 因为你钱很多的时候 你就忘了 钱是拿来交换我们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工具 它不是目的 钱是工具 不是目的 但为了赚钱而赚钱的话 钱就变成目的了 所以我很感谢 我就是做了两年之后 感谢自己 又继续做了三年 不是啦 就是继续做三年之后 存了一些钱之后 这整个健康检查的过程当中 就由原来全部都是黑字 变成几乎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红字 就是这两三年 对就是两三年 我觉得人他要变不健康 其实是很快的 因为你每一天都在到处去跑 然后虽然我不太会喝酒 但是作息不正常 胃不好 然后各地方呢 我们讲水土不服嘛 所以身体常常睡不好 然后吃也吃不好 又胃发炎 所以经过了四年五年之后 我记得第四年半的时候 我去做体检 就几乎都是红字之外 其实最让我恐惧的是 包含这个三酸肝腰脂啊 还有脂肪肝 为什么就想到我爸 因为我爸是肝癌过世的 所以那个惊吓度就会起来 所以有一次 我因为拿到一堆的体检报告的时候 心情不是很好 然后在大陆的时候 就碰到我的同事 另外一个副总聊天 我说兄弟啊 赚钱固然很重要 但我还这么年轻 才四十多岁 到时候命没有了怎么办 老婆年轻小孩小 这赚的钱 到时候都给隔壁老王想做 心情不太对啊 他一边听一边笑 他对对对 因为他是全家都过去的 那我是单身过去 他说对啊 那你好好考虑一下 有时候钱赚够了 就要知所进退 我觉得他那句话讲得非常好 所以后来呢 我大概就是做完健康检查 不到三四个月就提出辞成了 我大概2011年年底提辞成 然后跟老板聊半天 说他也理解我 但是又拖了将近半年 所以我是2012年7月31号才回来 隔了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 回来之后才有后续一连串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包含做现场课程 包含做这个出版 一路出书 然后包含现在做podcast 包含现在要跟英文在一起聊天 像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那样的一个觉察 这个觉察不管是什么样的event 什么样的事件 你总要有一些事件发生之后 才会让你知道说 哦 原来这件事情的话 我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 所以这件事情呢 虽然给我很大的shock 但也告诉我 人基本上是善变跟健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件事情之前 我也碰到几个大事件 让我知道除了赚钱之外 命很重要 但是我会遗忘 举个例子 我在书里面有写一段时间 在台积电非常非常忙 然后忙到我事实上有半年多的时间 没有办法入睡 后来因为好朋友的关系 去看心理上市 才知道已经濒临所谓的 忧郁症跟躁郁症的前夕了 对这是第一个事件 第二个事件 后来到这个大陆台积电的时候 又因为开车重大车祸 被送到医院里面去失忆几天 所以才决定回来 很可怕 我才知道韩剧里面演的是真的 会生的失忆你知道 后来回来的时候 就告诉我自己说 以后不要再去了 你看第三次走又去了 又去了之后又赚钱回来 所以这属我的经验 还好我自己有写笔记的习惯 反正就告诉我自己 人是很容易健忘的 所以你常常要提醒自己 你才会真的有觉察 除了赚钱之外 要知道赚钱够了 这件事情很重要 而第二个关键 我反而是要告诉大家 你要知道赚够了 对不对 你首先要赚够了 你有这个工具 才能让我们自己 有足够的资源去过好日子 可是不要忘记 金钱是工具 不要忘记 金钱它不是目的 所以要知道 金钱是工具 而不是目的的时候 你除了赚够了之外 你还要知道 什么时候是赚够了 每一个人赚够不一样 可是当你知道赚够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把钱 变成了工具 去买你想要的东西 买什么 买你的时间 叫买闲 买你的健康 买你的好关系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非常重要的觉察 那回过头来的话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觉察是一件事情 但你不知道 你要从什么地方开始 去展开你不同的人生 所以观察就变得很重要 观察讲白了 就是孟母三千的概念 是一样的 我自己曾经读到一篇 我非常喜欢的书 叫《学习的战争》 《学习的战争》 其中特别提到 犹太人 以色列国家 因为他本身是四个 哈佛的学生 又是哈佛 我觉得 哈佛都有关系 四个哈佛的学生 接受KBS 就是韩国的电视台的委托 去写了这本学习的战争 然后写这本 学习战争的过程当中 就是去访问全世界的 不同的教育体制 那当然 这个亚洲地方 就联考很辛苦 就访问到以色列的时候 发觉这个国家 很有趣 大概全世界里面 大概23%的诺贝尔奖得主 都这个国家 然后很多长春藤的学生 老师 大概也差不多将近是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都是这个国家 那这么多精英 在1700万人的小国家里面 产生这么大效益 不觉得令人惊奇吗 所以这四个哈佛的学生 进到他们校园里面去看 就发觉很有趣的事情 从中学开始 进到校园去看 大家都闹哄哄的 老师是在旁边 当facilitator 然后这老师 看着其他学生 不主动的去做教学 那他自然这四个人 哈佛学生就问他 老师你为什么不去教学 让学生在旁边吵吵闹的 没有他没有吵闹 他们在学习啊 啊 你就是他们自己这样学吗 他对啊 我们没有联考啊 所以他们想学什么 就学什么 学成由他们自己去设计 跟翻转教育是一样的 所以第一句话 大家先记住一下 没有联考 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然后等到他们 国中高中大学之后 国中高中 没有直接念大学 为什么 因为他所有男生女生 战斗民族都要当兵 当三年兵 当了三年兵 要念大学吗 还不念大学 因为国家给他们三年 非常多的心想 就薪水很多 所以他们像摩门教一样 要去旅游世界一年 干嘛呢 去看遍全世界之后 你才知道世界长成什么样 你才知道世界的趋势如何 你才知道 你应该要学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 没有联考 想学什么 就学什么 环游世界 想学什么 再学什么 后来我看完这两句话之后 这个作者 还给他一个横批 什么和平呢 没有观世界 哪来世界观 那时候给我很大的感触 就是我们常讲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但如果我们从来不知道 世界长成什么样子 或知道说 世界上面有哪些 可以让我们选择的话 就像圣人心态的 圣人心态节气里讲的 我们没有办法成为 我们不知道的人 小时候我怎么知道 有一天会变podcast 连podcast都没有出现 我们没有办法成为 我们不知道的人 下一句 我给我自己的对联是 我们无法赚到 任职以外的财富 所以你一定要多一点观察 多一点学习 这观察就分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从人身上学 另外从书身上学 人的话是身旁周遭 所以有人说 你的财富或知识 可能是你身旁周遭 五个人或六个人的平均 但是不一定是 你身旁周遭的人 如果可以多读读 巴菲特的书 多读读查理蒙格的书 我事实上 等于是把它当成 我的朋友的话 我就有机会 从他的生平去学到 不一样的人生 这是观察 而观察最重要的关键是 你不能只看人家的现在 你要看他怎么样 走到了现在 这就是洞察 我说时间在哪里 成就就在哪里 所以我们刚刚讲聊的 就是三个重要财富 注意力大于时间 大于金钱 我们除了会花钱之外 更要花时间 而时间最重要的关键 你要放在哪里 所以以前都觉得 时间在哪里 成就就在哪里 这句话最重要的关注点 在时间 后来长大一点 才发现 不是 时间虽然要空出来 对最重要关键是 时间后面的三个字 叫在哪里 当你把时间 放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 那个在哪里 长期累积之下 不一样的人 所以这个 我记得我在天下文化说书 查理蒙格 蒙格之道跟蒙格智慧 这两个大书的封面 都有一模一样的 两句一句话 他说 蒙格自己说 我人生最希望的事情 好简单 就是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能够比清晨起床的时候 聪明一点点 每天一点点 每天一点点 其实每天一点点 就是巴菲特说的 世界第八大奇迹的 福利效应 所以如果每一天 都一点点的话 时间长此以往的话 你就会变成 自己不一样的人 而这件事情 当你理解之后 你就不会想要 一处可及了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看看巴菲特 看看查理蒙格 他们如何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叫做洞察 所以我说观察到洞察 是一个很重要关键 就是看到你想要的人 但不要只看他的现在 因为他的现在呢 已经是你看到的终点 这个终点 可能是中间的终 可能是终极的终 而你还没有到他 那个节骨眼 你还是起点 你不要拿自己的起点 去比上别人的终点 你应该回头看看 他是怎么样 从他的起点 走到他的终点 也就是不要看他走 不要看他的现在 要看他怎么走到了现在 你才会从观察到洞察 让自己慢慢慢慢的变成 你想要的对象 你想要的人 甚至是你想要赚到的财富 这才是觉察 知道自己可以 有不一样的人生 而要常常提醒自己 但是要变成 什么样不一样的人呢 可以透过看书 可以透过看人 而就算你看到了 你想要的模仿的对象 也不要看他现在 要看他怎么走到了现在 这才叫洞察 OK 这就是觉察 观察 洞察 好哥请大家喝的三杯茶 可是刚好哥讲到说 从这个大陆回来的时候 原来要做家庭主妇 不是吗 那怎么后来又变成了 这个讲师 跟这个作家 这个身份又怎么转换 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 很多人会说 好哥那你回来做家庭主妇 这个感受怎么样 有没有后悔过 我说我第二天就后悔了 对啊 因为那时候想要回来 其实就没有想太多 没有想太多 因为想把身体养好 所以那时候跟老婆讲 老婆你有没有听过李安的故事 因为李安不是让他老婆养了七年吗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这句话 就想让他养我 你知道 对不对 就想让他养我 就想我先父闲在家 做家庭主妇 那他一听完之后 就跟我讲说 你是不是想做好案 我说对对对 我想先做一年好案 就这家庭服上养我 带着小孩 可是人很奇怪 因为我们事实上 都已经在公司里面 或组织里面 被赋予任务很习惯了 所谓被赋予任务 就是你被动的接受工作这件事情 你是一个习惯之后 当你拥有了大把时间 其实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安排自己时间的 你会恐慌 甚至如果你没有事情可以做的话 你会瞬间觉得自己的价值 大幅度的往下降 这一段我也常在演讲的时候 跟别人讲说 这样到底好不好 其实挺好的 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感受 你不知道 你未来假设你要退休的话 搞不好是你没有办法承担的一种生活模式 因为你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 所以时间这件事情跪在哪里呢 跪在你要掌握时间的主动权 所以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老高跟小莫 这个超级爱他们两个 每次在演讲的时候 很多同学问我说 好哥 你是不是有帮老高跟小莫业配 我说还需要吗 他们本身这么多 还需要帮他业配吗 老高跟小莫 有一集在讲潜意识的时候 他特别说了一段话 我很喜欢 他人生之所以有意义 从来不是你做了多少事 而是你主动做了多少事 尤其这主动两个字 我听到的时候我好震撼 他说人生之所以有意义 从来不是你做了多少事 而是你主动做了多少事 如果我们都是别人赋予我们工作 而我们只是被动的去做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他讲这个主动的意义就是 你并没有掌握你生命的主动权 那当然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不断的发生 你就过完一生的时候 你可能会很后悔 哎呀怎么这么多的事情 我都没有去做过 所以就算是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你持续不断的尝试 你只要是主动做的话 从来没有后悔这件事情 因为总要做过才知道 所以不然我在书里面讲说 尝试你才会带来见识 见识你才会带来胆识 所以很多人说我不怕 为什么不怕 他做过的多了 意高人胆大 但是你从来没有尝试过 你看的比较少 就算我刚刚讲你没有观世界 你就不会有世界观的话 很多事情对你而言永远都是第一次 但你只要跨过之后 你就会OK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虽然回来就是信心满满的 但第二天就发觉 银行里面会有Blackberry 叫黑美机 现在可能年轻人不知道 那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黑美机不见 第二天早上起来 看黑美机不见 哎呀 这个地位怎么瞬间不见 第二个 那时候iPhone已经出来了 那时候iPhone出来 我已经开始有email在上面 是公司email 可是一当我这个就是离职之后 这email就被关掉了 第二天早上去看 奇怪 怎么没有这个email 一点是不是坏掉了 才发现 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 职场的高阶经理人了 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 是挺恐慌的 我说恐慌就是 虽然你可以陪小孩 但回过头来的话 每天没有特殊的事情做 打扫这些事情 你要从头开始学起 又笨拙又慢 你才发现除了工作之外 你在生活上面 其实都是一个初学者 那当你很有时间 你会想找同学啊 找好朋友啊 别忘记人家还在上班 人家在上班 说不行 我这个现在上班 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 那等到周末的时候 你再想找人家的时候 你家周末要陪家人 所以我大概有将近 两三个月的时间啊 就是一直想要找事做 但是在空着的过程当中呢 你又没有办法这个 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已经答应老婆 要做一年的家庭祖父了 其中还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故事 我记得两三个礼拜之后 还好这两个小朋友 一个是国小 一二年级 另外是 国小稍微中年级上了 他们要上这暑期辅导班 一个是两点半下课 一个三点半下课 所以这两点半下课的 老二女儿 我接到之后 我想说一个小时 就不要回家了 不要回家的话 在图书馆陪她写作业 等着老大嘛 我那时候一到图书馆去 多开心啊 为什么 所有家长在陪的 只有我一个是男的 全都是妈 我之所以开心 不是因为很多妈妈的意思 是因为很多妈妈都在陪 只有我一个身为男性 我觉得我这个爸爸太独特了 太有gots了 对不对 说哎呀 这个价值回来真好 但是有一句话不是讲吗 欢喜没六百个久 对不对 正在我很开心 就听到旁边一个妈妈在骂她儿子 为什么要教数学 她不会吧 37.21 37.21 小兔子还教半天 还是不会 怎么37.28 声音稍微大声一点 一大声 就多说了一下 告诉你半天了 再不好好都不用读书 这样子只能像隔壁这个爸爸 然后在家带小孩 这件事情 其实后来我才敢讲 其实刚听的时候 其实很挫败 你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是一个只能在家带小孩的老爸 但不重要 只是说 当这个妈妈想要用这句话 去教训她小孩 或教育她小孩的时候 不小心榴弹就打到隔壁这个爸爸 你知道 还好我那时候把我心情记下来 我当时回 当你回家就写了一篇 自己文章记下 也不敢给家人看 我说老妈 这不会说话 这一句话 砍三刀 第一个是隔壁在这个 刚回来觉得这很骄傲的爸爸 就被你砍一刀 好像这个是吃软饭的一样 第二个 其实你砍到你儿子 你得间接灌输一个 不对的价值观给你儿子 就是如果将来 就是他功成名就的话 不应该回来带小孩 只要回来带小孩的话 就不是功成名就爸爸 这是砍第二刀 第三刀 其实砍你这个老妈 老妈在家带孩子 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 因为你把你的时间 和注意力 放在孩子的教育 跟成长上面 我一直觉得 这样的一个在家教育工作 是极度伟大的 那当然 就是虽然说他砍三刀 我自己要稍微 平复一下 说如果这个妈妈 能够换个角度写 换个角度讲 我能够写文章 自己写 挺好的 怎么讲呢 他如果换个角度 跟他儿子讲说 你好好你不用读书 将来长大之后 才能像隔壁风流梯毯 英俊帅气的老爸 功成名就的时候 还回来带小孩 这不挺好的吗 这一下子 温暖了我的心 也告诉他儿子说 功成名就还是要回来家里的 也间接告诉他 这个小兔仔 你妈很伟大 所以我讲这个故事呢 当然是让大家有机会 让自己的思维 有可以不一样的角度的话 一不小心的话 你价值观不一样之外 最重要关键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我一路走过来 没有像大家看到的这么顺 可是因为没有这么顺 才会有这些故事 而因为有这些故事呢 才能再次告诉人家说 不要在乎一下子 一触可及的成功 就算你没有一下 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那只不过是 不是失败 它是暂时停止成功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尤其我记得那时候 在大陆看到两句话 在这个微信上面讲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问题多 就是你只要想办法 就会往前走 这也就是为什么 后来我这个学弟跟我讲说 哎呀我们这大雅创投 大雅创投 就后来我工作 现在11年的地方 有一个执行合伙人的位置 来评估这些公司 您愿意吗 哇那时候我立马就答应 我说我非常乐意 第一个是大雅创投 是大雅电信电缆 60多年的公司 非常棒的公司 第二个呢 做创投这件事情 跟我银行有点延续 我可以多看一些不同的案子 就算我回来之后呢 还有机会去接触到 各种不同的视野 那对我而言的话 将来选择权更高嘛 而第三个 因为他告诉我 毕竟是一个执行合伙人 所以不需要朝九晚五 你每个礼拜呢 除了担任我们一些董事之外 最重要是只要来一天就好 那这样子我还是可以谈性的 在家里面照顾我的孩子 就是维系这个关系 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 做了11年 对我后续而言就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说很大帮助 因为我做创投关系 就认识了很多的创业家 所以那时候认识了 帮我出课程的smile 后来叫大大学院 常常在聊一些筹资的问题 然后有一次聊一聊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 哎好哥 我觉得你讲财务这件事情 很简单 我们这些不是财务人 都很容易理解 能不能帮我们 做一堂线上课程 你看这个结缘就结起来了 然后出了线上课程完毕之后呢 我本来是一个属于社群媒体的 有点绝缘的人 我不太喜欢社群媒体 真的 我不太会用 不太喜欢又不太会用 有点老口口 我大陆都没有用这个微信 微信有用 微博这些都没用 他说好哥 你可能要经营一下社群 所以我才开始用FB 然后才开始加这个粉砖 然后后来我的IG 还是我女儿帮我用的 就是这些东西 你就开始会有一些不同的延伸 好哥讲的这些 其实我刚才印象很深刻 当然那个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就是那个妈妈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背后有一个意涵 就是说 因为我们如果说 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 回去就是挫折 或者怨天有人说搞什么 或者就可能抱怨那个妈妈 怎么这样子讲话之类的 那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么多面向 你觉得这么多面向 这种看到多面向这种能力 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还是或者你后天 有什么方法去训练这样的事情 不是 我觉得有时候 我觉得老天也给我一些礼物 因为那时候我在大陆的时候 想要练这个打字 为什么 因为都是简体文 我在简体版的时候 都是请我的属下 因为我写公文写写的时候 请他帮我 我说不行 一直靠别人 所以后来 可能很多年轻人也不知道 大陆现在目前都围棄 那时候还有QQ QQ对 然后我就QQ部落格 我就回去每一天 试着练习QQ写文章 练习QQ写文章写什么呢 就写以前年轻的时候 日记都已经忘了 所以我那QQ是封闭式的 写给我自己看的 写那QQ不是为了写文章 是为了写日记 那写日记是为了要练习我的简体版 是为了输入 所以练着练着 你就发现这样的一个 检视 我不讲反省 检视自己的过程 你就可以跟自己对话 所以后来写文章这件事情 对我而言 可以说不难的原因就是 其实我已经常常 这样跟自己对话 其实常常跟自己对话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本来是被砍三刀 后来我其实在附界里面讲说 他如果良言一句 三冬暖的话不是挺好吗 其实那一段过程是给我自己安慰 那给自己安慰其实很重要 因为别人会给你任何的 就是冷言冷语 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 但如果你可以控制你自己 在别人冷言冷语之后 给自己温暖 不要别人一时给你刺激 然后你又一直一直给自己更多的刺激 那不是很衰吗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自省 而是给自己温暖 跟反思这件事情 跟自己对话 我觉得那时候在大陆 因为一个人在这个酒店里面 因为我那时候基本上到处跑 也没有个固定的场所 所以跟自己对话 变养成一个固定的习惯 所以后来对我碰到一些 比较不是那么舒服的事情 我觉得还帮助还蛮大的 所以大家或许也可以试着看看 当你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抱怨这个东西还是要的 也包含我自己在跟我自己同事 以前在讲 三分抱怨七分鼓励 因为你总要抒发 你不抒发的话 变成圣人 这个圣人也是慢慢练的 不是第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 三分抱怨 骂一骂 这家伙不会说话 这口条不好就算了 口齿不清也算了 口还有点臭 骂一骂完毕之后 你再回过头来 假设他能够怎么样做法 会比较好的话 这个时候你等于站在远处去纠正他 远处去纠正他 你就会让自己好过一点点 然后再回头看看自己 其实我能够这样去看待 代表我也开始升为了 所以有点小抱怨 给自己多一点鼓励 对自己好一点 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 你要先对自己 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 对自己的关系 如果你自己对自己关系都不好的话 要求别人本来就是个痛苦的根源 要求自己是幸福的开端 这也是两句话 我后来常常提醒我自己的 因为课题分离 全天下来就两件事 一个是干我屁事 又干你屁事 所以你要知道 要求自己这件事情 是唯一你可以掌控自己的 所以要求自己是幸福的开端 要求别人是痛苦的根源 当你自己先把自己要求好了 自然而然的话 你这样影响力 会慢慢扩张到其他的地方去 果然好哥是金句连发 多到我都来不及记 不过谈到觉察这件事情 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框架 因为人常常有很多框架 尤其我们年纪越大 其实框架越多 因为很多东西你已经习惯了 或者你很多价值观 早就已经形成很难打破了 所以自我觉察这件事情 是不是我们要打破框架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蛮重要的 所以说近几年来 因为我前一本书 刚刚好叫赢在逻辑思考力 赢在逻辑思考力 它比较像是问题分析 解决能力这件事情 可是以前台积电的时候 叫问题分析解决 反而是后来我到了淡马席的时候 跟麦肯锡一起合作 才接触到一本非常经典的书 是巴巴拉明托 大概1976年写的金字塔原理 而里面思维大于工具 而其中一个思维 大家可能有听过 不管是SCQA或者MEC 其中MEC 它就是一个打破框架的概念 他说我们所有的 在找答案的过程当中 都是带着答案去找答案的 我一开始听到不是很懂 什么叫带着答案找答案呢 其实我们都是活在框架里面 甚至可以大直白一点 就是活在成见里面 很多人觉得成见不好 但是我们需要成见 为什么 我们需要成见才能归类 才能迅速找到我们要的答案 所以他说我等一下会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其实蛮容易举的 所以他说MEC叫相互独立完全穷尽 就是我今天假设说要找一个答案 先在这个答案里面去找 如果找不到的时候 我才会再在另外一个答案去找 我随便举个例子 刚想要讲的 就是每一次 我自我介绍完毕之后 除了艳文之外 身旁这旁的两个小女生 也可以稍微点头示意一下 我一讲完我的星座 所有人都说 哎呦 好哥 你这个人是不是很龟毛 请问一下艳文 我什么星座 处女生 你看是不是 百发百中 然后接下来 我讲我的血型 我一讲完之后 大家就说 哎呦 好哥 你这个血型 会不会有点人格分裂的倾向啊 你觉得什么血型 B型吗 AB型 哦 AB型 你这个B型话算是比较好一点的 通常就因为有A有B嘛 所以 通常我介绍完毕之后 我说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很有趣 有趣在什么地方 就是 你还不认识我 但你只透过我的血型 跟我的星座 就已经把我定位成是一个 人格分裂加极度龟毛的人 对不对 后来 一段时间之后 别人就说 哎呀 好哥 你不太像AB型跟处女座的 当然这听起来是个 就是鼓励嘛 对不对 我说对啊 你说的有道理 我当然不像AB型跟处女座的 因为我是AB型跟处女座的 所以我们常讲说 这个框架 某种上是个成见 是我们需要 因为我们需要带着这个答案 去找答案 我们才能够迅速的得到反馈 可是这也很可怕 就是当你如果答案非常少的时候 你就会像这个 呃 查理芒格说的 如果你手上只有个铁锤的话 你看待全世界的问题 它都是顶子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穷查理的普通常识 特别强调多元的思维 多元的思维 就是当你有非常多的武器的时候 你才能够有非常多的武器 去面对各种不同的世界 跟不同的解答 而这件事情呢 也就是回到刚刚讲的 你要持续不断的学习 古早的人都讲过了 读案件书行万里路 你要有更多的看见 你才会有更多的预见 你没有成见 你才会有更多的看见 所以其实认知这件事情啊 包含最大 我常常在讲这个财商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最需要 呃 的教育其实都是个字 叫祖传秘方 都是祖传秘方嘛 那祖传秘方就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啊 什么地方呢 就是他只会用他过去的想法 来预测未来的看法 而这件事情很可怕 为什么 因为未来是没法预测的 未来呢 你可以预期预期什么 他一定只会变 但他怎么变不知道 这就一如既往摩根豪舍讲的话 对不对 未来呢 你可以预期他一定会怎么变 一定会重大的改变 但是你没有办法预测 他会怎么变 所以你只能顺势而为 那既然顺势而为的话呢 父母亲就不能给孩子过多的阻碍 所以父母亲呢 你要放下你的狭隘 否则就会成为孩子们阻碍 所以每一个人也好 或者父母亲或主管 不要让自己的狭隘成为孩子们阻碍 不要让自己的狭隘成为 那个属下的阻碍 不要让自己的狭隘成为别人的阻碍 这件事情一个最好的方式 就是打破框架 打破框架呢 除了看 这个多元思维 各种不同的书之外 多去尝试一下 你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只要自己输得起 就去做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不仅是在书上面 或者是赚钱上面 包含自己健康也是一样 我还记得 第一次别人找我参加体验三项的时候 是我32岁 找我参加的人是25岁的 我立马就拒绝了 我拒绝了理由 唐二皇子 少年狼类胜 老灰啊 还叫我参加体验三项 结果后来开始玩体验三项 是46岁的时候 已经几年后了 14年后 为什么 因为后来两位老大哥 在我参加体验三项 一个大我12岁 一个大我14岁 而且他们完成了 51.5的标准铁人 跟113的半超级铁人 所以人很有趣 就是你的对标是不一样的时候 你的观察点不一样 你才知道 原来他们也可以做得到 我应该可以做到 虽然两个老大哥听我在讲32岁就拒绝体验三项来笑我 他说你没有听过什么叫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吗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 老崩老无人比利口更老 你千万不能拿年纪来限制自己 你才有机会 我们叫打破框架 打破框架 你一定要有不同的看见 你才不会有太多的成见 尝试就对了 那我想问一个比较具体的 就是我们在职场上常常会碰到这样的状况 就是主管常常会有很多框架 然后他在指导他的同仁的时候 可能会用他的框架来做事 然后那同仁也很辛苦 他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或者他想要跟主管沟通的时候 也会碰到一些阻碍 那在职场上像这样的关系 或这样的情况的话 您会有什么建议 两种做法 两种做法 一种是改变自己影响他人 所以改变自己影响他人 就是我刚刚说了 要求自己基本上是幸福的开端 要求别人是痛苦的根源 所以你要让老板 基本上能够接受你的想法的话 你首先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老板从来没有在脑袋里 没有这种选项的话 你很难让他能够接受这个选项 那就算他有这个选项 你也要让他知道是个好选项 什么叫好选项 他看到这个好处 他才会选这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常讲说沟通 沟通真正的目的 是要让别人知道 而且进而想要 为什么 这也不是我说的 也是摩根豪舍讲的 摩根豪舍不是 选择班杰明富兰克林 在一如既往里面说的 人们往往依循的 从来都是诱因而非见义 你要让他去看到这个好处 他才会去改变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 就像我每次在去演讲 演讲完毕之后 大家听到我说五年的时间 减了22公斤 什么财商都不请我去演 后来接下来找我去演 都怎么减肥 你知道吗 这很有趣 因为你给他相片看到 原来之前是这个样子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 你不用叫他去做 他就想要去做 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你不要告诉他 东西有多好 你如果让他知道跟看到的话 他才会有机会 那你说好哥 有没有更具体的方法 有 就像以前我们在做专案的时候 我第一份工作 这个专案管理 我老板说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专案非常好 你建议老板说 一下花一亿的话 不管是这个公司 一亿是很大的钱 他没有办法一下接受 为什么 因为这个钱的损失风险太高了 但如果你跟老板讲说 老板能不能先给我个10万20万 我做一个pilot 做个prototype 来看看好不好 有没有这什么意思 输得起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不对 一亿这个好处 我还没有看到的时候 我不敢往下做 因为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 我就不敢去做 但我做个prototype 我做个试验 就像我们跑马拉松 你不要瞎跑42公里 你先跑2公里 跑5公里 跑10公里 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你做个10万 再做个100万 他输得起的情况 他要看到好处 他就可以去做了 这其实也是巴菲特讲的 雪球的概念 你要慢慢慢慢的往前走 所以我说 要先让对方能够看到 然后知道 试着让他从小开始去做 这其实语言之奇怪 所以不做不知道 做了才知道 输得起就好 输不起的叫投机 输得起的叫投资 这是第一个概念 那每次说完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说 好哥 那如果老板就是执迷不务 怎么办 对不对 很正常 我说你还有选择 谁说工作只有在这一家的 这也是一个选择 当然是一个选择 如果没有这个选择的话 就不会有一句话 叫良情折磨而起 对不对 所以古代人都已经 把这个话都已经说透了 甚至包含诸葛亮 为什么要选择刘备 不选择孙权 跟不选择曹操 这个其实我也是听了 这个刘润讲了之后 才觉得有道理 为什么刘润曾经说过 他从来不去顾问的 他身为一个策略顾问 他从来不去 那个叫什么 就是客户那边谈生意 有一次 罗振宇罗胖就问他说 听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惯例 刘润说对 他说为什么 刘润就问这个罗胖说 你知不知道顾问 最大的成本是什么 罗胖说时间呢 他说不对 时间太空泛了 真正最大成本 是信任成本 如果今天我身为顾问 我一直要苦口婆心的 每提个方案 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取信于他的话 我这个成本太贵了 所以当客户 愿意一尊救驾 来到我这个破破烂烂的 小办公室的时候 他一定是觉得我 值得他来这样邀请 罗振宇当然是不会 让他就是这么骄傲的 就说完了 他说那如果客户就不来 怎么办 他很简单 客户不来就代表 我跟他缘分还没到 他什么叫缘分没到 他说说缘分太矫情 真正的关键 就代表我影响力还不够 所以要持续不断强化我自己 不管是做免费的演讲 或持续不断写影响力 更大的文章 从乡村包围城市 让别人终于看到我非常厉害之后 他愿意一尊救驾 来到这个地方 未来我再去跟他讲 任何事情的时候 他才会相信我的专业 所以他讲完之后 我就想到 为什么诸葛亮要选择刘备 因为三顾茅庐只有刘备 只有刘备 愿意一尊救驾到这个地方 将来他身为一个谋士 对主公讲的话 才不要一而再再而善的 想要去取信于他 所以当你理解 这样的一个洞察的时候 你就知道原来时间最贵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无处不在的 所以回过头来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你今天真的发觉 我们这个能力 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去发挥的话 你要花点时间去理解 哪些地方是容易让你去发挥的 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所以每次别人跟我讲说 好哥 我没有选择 我说你要小心讲这句话 因为当你说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也做了选择 因为当你说你没有选择的时候 就代表你不做选择 而给自己一个不做选择的选择 所以有两句话我也非常喜欢 悲观的人永远正确 乐观的人永远前行 为什么悲观的人永远正确 因为悲观常常喜欢把没办法 跟没选择挂在嘴巴上面 当他没办法跟没选择 他就不会去找办法 他不会找办法就真的没办法 所以最后很高兴说 你看我真的没办法 我是对的 而成功的人 他乐观的往往是 我怎么样才能找到好的办法 他去找办法 就算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达到他想要的 但至少只要找办法 你就有机会有办法 有办法你就一点一滴往前走 就跟雪球一样慢慢往前迈进 虽然好哥讲了这么多 很重要的事情 但我居然想问的是一件 里面最 可能最不重要的事情 是吗 对就是五年减二十二公斤 这好重要 真的五年减二十公斤 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 除了体脂降低 然后参加各个不同的体能三项 因为体重蛮重要的 最重要关键是 我觉得变年轻了 因为运动这件事情 会真的让人变年轻的 虽然大家讲金具 这也是所有金具 都是让我自己能够记得住的 我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 运动是一把雕刻刀 运动真的会让人变年轻 因为除了形态好看之外 你有机会让自己的精神变好 精神一旦变好之后 你会发觉 年轻跟气色会有很大的关系 再加上你买衣服都会比较好买 身材好穿什么都白搭 身材不好穿什么都白搭 所以让自己能够稍微多一点运动 让身材变好 除了精气神变得好之外 穿一服很好看 然后在跟别人聊天的过程当中 别人可以感受到那种 就是能量的感觉 我相信对你的关系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 但是还是没有讲到怎么减下来 减肥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也不要一触可及的 因为其实 我常常开玩笑讲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既然肥胖上去 不是这么容易增加的 你就慢慢让自己 我说减的从来不是肥 减的是一个习惯 减的是一个习惯 所以这五年来呢 其实不是五年 大概算的话 大概三年多的时候 我减了20多公斤 最重要关键开始培养 这个运动的习惯 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培养运动习惯 当然运动量就变大了 所以我平均大线每一天都至少 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运动量 相对 现在还是 所以相对是比较大 那尤其到了我每一个 下半年的时候 都会集训跟比赛的话 那运动当然就更长了 但是运动不会让自己变瘦 因为运动你很可能就吃得多 所以除了运动之外 是让你变得比较健康 然后如果做重训的话 肌肉量比较大 我觉得这个是专业 大家在网络上面 有非常多的东西 那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我刚刚讲的最重要关键是 减的从来不是肥 是一个习惯 你要找到你喜欢的生活方式 包含运动 包含饮食 所以像我们家的话 现在目前吃饭 都非常叫做清淡 而且食物为主 那食物为主 你少一点 在外面的这些化学物质的话 其实热量就比较好计算 而且你可以吃得很多 热量很低 那用大白话讲的话 就是原型食物 然后吃得多 热量很低 当你运动再加进来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你就是动得比较多 吃得比较少 长此以往的话 你就比较容易减肥了 我给他几个那数字 比如说今天像 我每一天耗损量 就是耗 就是每一天耗损量的话 是2500卡 运动 加这个基础代谢量 大家轻松记下 那我每天只吃2000卡 我每天多耗500卡 多耗500卡 我大概只要差不多将近是 两天的话就1000卡 对不对 10天的话就5000卡 16天的话就8000卡 差不多16天 你就可以减一公斤了 就这么简单的概念 所以大家想想看 如果16天减一公斤 你这样算起来的话 一个月减两公斤 很可怕 这太多了 太多了 就差不多一个月 一个月减个1.5到2公斤 你差不多了 那一个月减个到1.5到2公斤 你只要5个月 你就减掉10公斤了 其实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所以大家其实不要想到说 减肥这件事情呢 有这么难 可是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刚刚讲了 你千万不要把减肥 当成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比如像饥饿 因为我刚讲减的不是肥 它是一个习惯 要不然腹胖这件事情 是很容易的 因为你会认为 我今天在痛苦 所以我说减肥呢 它真正的概念是 不是坚持 而是上瘾 上瘾是重新变成一个 你喜欢的生活模式的习惯 而这个习惯到你上瘾之后 你就不会回去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懂得觉察 才能成为人生瘾将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是企业讲师 跟畅销作家 好序列好哥 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了 很多很重要的观念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你怎么样去 觉察到很多 你想要做的事 你希望你的人生 变成什么样子 你才能够往那个方向 去达成你的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好哥来来的节目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